大家好,这里是贝贝 这期视频把点各个地图送送的植物以及它们的作用 顺带推荐一下开地图的顺序 干货满满哦 厉害的植物肯定是越早获得越好哦 依埃及世界 莫认的第一个地图可以获得卷心菜 卷心菜五家之后特别好用 伤害超级高 运动生菜,零费用控制植物 可以熄灭火把僵尸的火把 大招和一大寒冰箱差不多 二,未来世界 三叶草可以吹走天上的僵尸 有了三叶草之后 通过海盗港湾就非常简单了 摆充黄桃 它换范围内的机器 可以拿来对付这个世界的僵尾 一直都放大招 三,海盗港湾 玉米投手有几率投掷黄油 黄油可以秒下一部分僵尸 第四 可以用来对付滚筒僵尸 钢琴僵尸和僵尸机 有了第四之后 西部世界的难度将能下降不少 寒黄桃可以把僵尸弹到海里秒上 后面还有13个世界的植物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